工厂 交通 生活中的每一个日常 无形中都排放着二氧化碳 影响全球气候 为了抑制暖化 各国都设立减碳目标 而台湾做了什么 2015年7月 就订定了 温室气体减量级管理法 那就明定我们的减量目标 必须在2050年 那要减跟这个2005年相比 减少50%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根据环保署规划 温室气体减量目标分为三个阶段 以2005年为基准 明年要先减2% 2025年要减少10% 慢慢往下递减 希望在2050年减少到50% 目前这个电力排放系数 也就是我们在能源的过程中 那去推幅到这个2020年的目标 能不能达成 因为我们现在再生能源的这个速度 其实是进展很快 那所以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 会这样说 是因为能源占排放温室气体的大宗 以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 虽然整体数字往上攀升 但去年有下降趋势 而其他温室气体比起基准年 也减少了至少2成5 不过数据只统计到2016年 因此是否真有成效 没人说得准 工业方面这两年 大概也看起来是有一些减量 但是说这些趋势 还有它背后的原因等等的 我觉得我们也许对于这个资料的透明度 还有对于这个资料的及时性 就是够不够快这件事情 我真觉得需要加油 政府目前分流达部门 进行各自的减碳工作 要共同完成目标 但全球暖化属于长期变化 如果数据不够具体化 就更难唤起民众的减碳意识 大家新闻林体理俊威台北报导